然后今天的Genda是有这几个点 之所以在这个申请记特别忙的时候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大概在过去的四五个礼拜 一直是在讲申请记相关的内容 然后呢很多我们的家长 也是关注我们很久的家长 就提一点说他们实际上虽然不是11年级 也不是10年级 但他们很着急 虽然疫情现在基本上情况稳定了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低年级规划的资讯 来帮孩子安排好 因为现在这个一个是标化的淡化 对某些公立学校淡化 以及这个去年以来申请形式的这个严峻 让很多家长就非常慌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点 选了一个比较涵盖面比较广的题目 因为我们的学生遍布美国各地的这个公立高中 然后湾区的私立特别多 所以我这次尽量就涵盖一些 然后家长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可以提前打 我尽量会留出多的时间回答家长的问题 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 我们的第一部分呢 就是讲美国公私立高中的分类 相信今天来参加直播的家长 绝大多数是美国本土的家长 这个具体的系统我也不会多讲 你们肯定比我熟 孩子长到这个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时候 整个你们经历的这个系统 这个图呢就是比较清晰的结构了美国教育系统 从primary一直到post secondary 我之所以想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图 这个美国教育系统的结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再给孩子做规划 家庭教育培训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这个view 全家有一个vision 就是你所有的铺垫是为了post secondary education 是为了大学或者将来的那个职业教育就是professional education 不是国内的那种职业教育就是大学申请的职业教育 也就是MBA还有JD这些高输入的学位 所以家长一定要记着你所有的目的 是为了将来孩子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career development 他能做自己喜欢擅长的事 然后呢可以有很好的这个return investment 就是他你将来不用担心他将来赚不到钱 live on the street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家长都会讨论一个点 所以家长仔细看一眼 这个会和之后的讲座非常相关 因为很多家长把到某个高中当成他的终极目的 会导致理解的偏差 一会给大家看下具体案例 特别是湾区很有名的一些私立学校 然后呢今天开始先讲这个公立高中的结构 我们既然讲到公立高中 我们要拿全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 这个排名是有争议的 有人看Niche 有人看US News 但不管什么原因 我们做了一些背景调查 我们也追踪了Thomas Jefferson在Virginia这个学校 他的一些数据确实很敬眼 至今湾区没有一所高中 不管是私立高和公立能够与之抗衡 我说的是标划考试 因为你很难界定一个高中多好 No.1 没有人没有人有这个 他不像大学不一样 大学大家有共识 高中的话非常的地方化 非常的那个地域化 所以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是 就是形成 你觉得这个第一 我觉得湾区的某个高中是第一对吧 但实际上这个学校的标划 成立的是非常夸张的 一会儿给大家具体看 然后US News评判 他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学校的亚裔比例特别高 所以说他在那个Niche的排名上 一定不会特别高 因为Niche的排名主要是以 中和特别是足以多样性 作为一个很高的参考标准 所以Niche的高中排名呢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咱们湾区一些好的高中 学术特别强的 往往压抑比较多 所以导致在Niche的排名特别低 所以高中的排名啊 没有意义 我和和家长就说啊 包括你那个买房的时候 学区几分也没有意义 你要看他具体的录取数据 我们在之前几期大量篇幅 用那个UC的feeder school 每年topUC的录取结果来反映 这个高中的学术强度 家长可能说我们家调教好 就一个孩子 我不希望读那种大功力 我要看藤校 对不起 功力大 功力高中不会给你的 功力高中就是一帮吃黄粮的 这个非常工作稳定性的一帮 老师和教育工作者 他们不会制造焦虑 他们他们的关注点是平权 是能够把教育资源倾斜给那些需要的 但在这过程中呢 他们加了自己的一些 political是真的 我们在我们在关注也看到 在别的州也看到一些问题 现在家长也在抗争 这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功力高中没有一锁 我能查到的 他会列出来 他每年去了多少藤校 多少谁 他只会告诉你 我们有没有同学录取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信息很难查到 但是因为加州大学系统 有很好的数据提供 反倒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点 大家想一想 我们去年排行榜里边 三番最好的功力高中 Low High School 他有一百多个录取了Berkeley 这里边肯定有很多是要去哈耶普斯的 所以说这个数据非常有参考性 因为申请哈耶普斯的 他绝大多数他也会申请Berkeley 他可能作为保底 对吧 那就一些中等成绩成绩 是以Berkeley为主要目标 所以非常好的数据 这是感谢UC这么大宝 这么提供 把所有的族裔申请录取数据 包括Willist 还有最终以Roman都加了 所以家长如果你们还没有买房 或者你们考虑换房 一定要慎重 不要看高中排名 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有一点点才好信号 但是具体意义不大 因为他太多因素 是和学术不相关 而你们在湾区 或者在别的地方 你们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 你们看中的是学术 然后如果标画 这样太大量淡化的话 那你们将来找学校可能更confused 这个你们可能要找专业的帮忙 去鉴定 因为买房是个大事 然后这个学校很有意思 我们的微信文章 很多家长也看了 现在又超过将近1000个 现在应该有超过1000个家长 看过这篇文章了 这个学校呢 录取率只有15% 这是一个高中的录取率 它非常 它是一个Magnet School 就是那种属于特殊教育学校 就是选拔型的 特别像国内的一些重点吧 因为在座的家长 很多可能就是国内当年的学霸 你们也知道这个考重点 和美国是 和国内是一个模式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人口比例 亚裔的话 长期是70%多 现在在逐渐降低 然后这次 他们的出生高 录取结果出来了 引起了很大争议 然后这家长的继续组团 告这个学校 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左边的绿色箭头呢 全部标注的就是 比例在上升 红色的就是比例在下降的族意 那只有亚裔 这个就很有争论 因为他就是个零和游戏 每年这个高中招的人 他就是一样 所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那就是说白了 他觉得他们认为 就当权者认为 亚裔占据了很多 这种名校的名额 他们认为 想解决贫富差距 首先要给这些少数族裔 在tech sector 更多的appearance 就是在科技公司 高属的行业 更多的机会和工作 但这有点本末 到这上 你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社会效率来讲 你是一个选拔机制 对吧 我曾经和我们教授 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们教授是教育哲学的 是波士顿学院的教育系主任 我就问了 我说老师 我说为什么美国 这边是搞这一套 我说为什么 驾照的时候不分主义呢 考驾照的时候 为什么不分主义呢 老师 当时把老师就问住了 老师说 对啊 美国有的时候就是很当了 他就这样 但是这个是个现实 我们不能只是抱怨 就是他做这个动作 来控制亚裔的比例 就是他认为 从把高等教育资源 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里边 STEM专业 分给更多 不够代表性的族裔 会让他们收入越来越好 给他们家庭盖来更多收益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想法 对吧 真正要解决的 如果了解教育学 如果家长您做过工作的话 您应该知道 真正解决孩子教育问题 是从零到三岁 这个是黄金时间 孩子的性格培养 比他智力的培养 更能够绿测孩子将来职业发展 和人生的幸福尺度 如果你研究过教育学 你一定会找到源头 是零到三岁 当然再往前推 就是这个母亲的结婚年龄 一定要够晚 受教程度一定要够高 家庭压力一定要够小 他都会足够耐心 去教育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当权者 很多是不懂教育的 就是所以说就告成 现在这个混乱 但是呢 我们作为一帮 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者 我们知道问题不在这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的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作为亚裔 我看到很多群家长分享一些 如何用扣外活动替代标化 这个风起在群里边 就是慢慢 就是在整个我们周围的邻居 亚裔家长开始散播 这是个好事 说明大家意识到 这个政治对他们打压 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标化私立的话 大概率美国如果不会大变的话 一定不会取消 因为他没法判断 我们之前报道的一个文章 UC系统 他放弃了自主的研发的标化考试 他搞不定啊 领导一拍脑玩 他搞不定的 做一个考试不是那么简单的 大量的人力的资历的投入 那教授还得给学员挣钱 他做大量research 还得teach 学员又不给加工资 对吧 你知道谁做这个事 这个书业有专攻啊 教授做不了这个事 做考试这批啊 你不管说SATCT 多么的 考试不科学 他们做了这么多年 他有大量的案例的积累 他们大量的data 你是没法考试的 所以他放弃了 但是呢 他也需要一个标准化考试 他现在也在用 所以教育的本质啊 既然教育是个稀缺资源 那标准化是不可避免的一条路 因为符合要求的人太多 符合要求的人太多 很神奇的一个事 就是教育这个东西啊 你只要能去读 你只要到这个学校 你你想说的是 这边的教育资源 以及这个所可以带领的名气 而不是这个技能本身 因为如果上过网课的孩子 和家长肯定知道 没有网课的效果 能比Coursera上的课程好 因为Coursera拍一个课 要几十个小时 去拍一两个小时的课 做的非常尽量 教育本身就不是教学质量的问题 就是那个名声和稀缺资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亚裔家长 花了很多自己一辈子积蓄 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资源 包括去读私校 因为他们虽然可能不懂教育 但他们意识到了 在职场 在职业规划方案 学校的排名 学校的这种 就咱不说排名 学校的名气 在行业里边的名气 还有一些比较 虚头巴脑的一些专业 就是那个比较偏文一点 然后这种 他需要这种名校来支撑 因为主观的东西 你努力的 学诗歌 学文学 那学校一定要排名高 因为这东西很难建立 所以教育本质的话 如果你足够了解教育 你也经常听我们讲诺 你就会知道问题所在 我们接着讲 然后这个学校 给大家揭示一下 他们的标画多么的恐怖 现在看一下 什么概念 这是平均分 应该 平均分 大家看看 这个1515分 平均分 什么概念 湾区最好的学校 平均分也就是1400多 已经很高了 1500以上是全美国的1% 全世界可能全美国 大家看 它是个reading 就是critical reading 英文部分 734 左边这个数学 当然在咱亚裔面前 这就不算事 因为不到800分 我们觉得798分 这不是家常便饭 但是你看 它的右边的verbal 在座有几位家长的孩子 和身边邻居 孩子verbal 这么高的 那它一定是1523 对吧 从统计学上 它不可能 所以这个学校 真的是很厉害 它通过大量的选择 选择出了这么多 亚裔比例这么高 不能说亚裔聪明 我只觉得亚裔 对家长家庭 对这个教育的投入比较大 而且本身父母 亚裔的移民 以高知识分子 通过工作签证 获得绿卡为主 所以他们 至少我们先排除 他们家庭的学习氛围 包括他们本身就是 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他们这种影响 对孩子非常大 而且他们在高中之前 甚至大学之前 这些理工课的家长 他们对孩子课程辅导 这是免费的 高指数量的推算 这个非常大 而且他们也懂英文 他们开邮件 他们和新移民家长 是不一样 很多那种 都不是靠这个 叫学历移民的 所以美国为什么 他希望给更多那些 低收入啊 包括低带来上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 从梦中上非常合理 因为一个社会 贫富差距太大 会出问题 所以他希望通过教育资源 但他的关注点出问题了 他没有找到病重的所在 但这个咱访不了 咱们不是从政的 咱们只能接触这个现实 怎么去面对 然后大家看一下 ACC的分数王 三百三十四点四分 这什么概念 三十将近三十五 这是平均分啊 三十五三十六 他就是满卖 你申请腾效度够了呀 很夸张 这都是靠大量的 亚裔比例来支撑的 我们这个题目里边提了 我们喜欢分梯队 不是为了歧视区别对待学校 而是因为更有针对性的 给家长提出方案 你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一个名医 如果我们是一个医院 那来的病人有三种啊 假如说我说的病的话 就是你到身体状况 就是你ideal的这个身体状况 那就会分急症 那个重症 急症和不急的症 对吧 这也是一样 美国高中 你分三个三个tier 就是代表他的学术资源 代表他的录取结果 大家看看啊 我们放这不是分一二三tier啊 这些我觉得都是tier1的学校 但是大家看看 他们的UC录取结果 非常的不一样 我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个榜单啊 每年我们都会有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去看 我们这个数据 也是做了大量的时间 我们的几个顾问 特别是我们的流程老师 数据方面的专家 我们统计了 我们统计了湾区 整个Berry 几个county 所有的公里高中 他每年 我们上我们榜单 有一个要求 他的UC整体录取人数 要100个以上 这个bar不低 首先呢 这个学校人是比较多的 有代表性 查德 school不算 太小了 不考虑在内 因为那个太太判断 每年他的 就是当年 他的UC录取人数 一定要超过100 我们才记录在内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保代统计 大家看他 我们总共排了前30 往年我们排6 全5、60都有 一会在一些截图里面 会看到 这些学校呢 我认为都是tier2往上 tier1的话 就真的是 像Low High School 像Dority Valley Monta Vista Linburgh 这些mission 其实很好判断tier1 你就看房价就行了 他的房价 如果是在那个区域里边 最贵的 那一定是tier1 school 这个当然tier1 school 不代表他教育资源好 只代表 学生 家长 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 因为功力不是选拔的 Low是需要考 今年也不考了 给Lottery 引起很大争议 家长也在高 但是我们没法逆转 因为三番 我觉得他市里的 这个左的程度 是超过东湾南湾的 这个是个人政治倾向 我们也不价评数 就是说 功力的话 你只要租房子 别说买房 你都可以去 这是学生的结果 这不是学校资源的结果 所以功力是靠的是学生 和家长 当然家长本身的投入 非常关键 然后 tier1学校 你就看UC的录取率 我们过去都有 那我们接着 接着继续 然后给大家看一个 私立 私立的tier1代表 我给大家看一个 大家猜一下 这哪个学校 这个是Philips Exeter 这个也是常年在东部 排第一第二的 boarding school 是美国人心目中 包括国际学生心目中 最高的一个学府之一 比起安多福 这个学校相对 学术气氛更强一点 权贵的比例稍微低一些 他在过去的三年 他这个大家要看哈 他叫 college matriculation 不是college acceptance 一些学校呢 会放college acceptance 就是大学录取 那offer会重复吗 我录了哈佛 我大概率的话 也会录别的几个学校 但是一般敢放college matriculation的学校 都是我认为是T2网上的词子校 就是他敢告诉你 这是大学入读的人数 这里边的offer是互斥的 他15个去哈佛 就真的是15个人去了 而不是某些人就是说 他录了哈佛下面几个学校 他可以重复 你举个例子啊 我有个学生 他录了哈佛 他可以 他前面的几个学校 布朗 CMU 芝加哥 哥大 康奈尔 全部录一遍 这个是完全很可能的 他只要能录到哈佛 对吧 所以说很多学校用acceptance 就是为了掩盖 他好的案例没有那么多 但这种学校啊 都不能几个强的学校 他直接就告诉你 这是真实的 他们过去三年 你看 录15个以上的学校 有什么 芝加哥 哥伦比亚 哈佛 MIT 耶鲁 普林斯顿 就是3000 也就是说每年平均5个吧 是去入读的啊 这几个人啊 在这个15家的类似的里边 底下的按理说他 如果这个学校放他 是call acceptance 会更惊艳 但他不在了 这就是顶级tier1的学校的区别 当然tier1中间是有差别的啊 我们的那个湾区很多高中 私立高中也到tier1的程度 但是他的 怎么讲 他的数据会有差异的 tier1我们故意 因为美国有18000多 还是20000多高中吧 你要仔细分的话 分三个tier的话 他其实认识很大 我们再看这个学校 这是湾区私立高中的代表 在过去三年里边 这个更经验是吧 哈佛21个 Stanford23个 Cortech9个 MIT15个 Pleason6个 格大11个 来家长再来个互动环节 家长麻烦打一个 你猜的是哪个学校 你打在这个chat里 麻烦您打一下 打了大概有十几个家长 基本上8% 90%是对的 对 这个学校就是我们传说中 传说中完全最好的高中hucker 对吧 这学校的亚裔比例非常高 位于SOMOC 我个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 因为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那个其实生年来讲的话 可能更top 也更拔尖一点 然后在Crystal Spring 有家长说Crystal Spring 乔布斯女儿读的那个学校 在Mailer-Artenham往北 那个学校 其实权贵子女 很多就是硅谷这边权贵的子女 所以他们录得也很好 整体 但是他们不是纯统学术 他们靠课外活动 或一些体育 很像东部的安卓福 然后还有家长说纽约巴 纽约巴这个学校 家长如果在中半岛 或者比较熟的 肯定知道这个学校是讲那个叫project-based learning 教学指南非常好 曾经我们帮过一个印度裔的小姑娘申请 那个小孩就是完全能够倒背如流 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 非常优秀非常强 最后好像也没进 也没进 中半岛那边的科技公司的一些工作人员很多 他们也还想去这学校 这学校那个 他考试的时候 是要做一个创业的portfolio 非常夸张 就是湾区有个最大的问题 不是说你私立说 我不去买个200多万的学区房 或者150万以上的学区房 我来选择去读个私立 湾区的私立不存在学费的问题 没有付不起学费的 你能带湾区住 而是能不能考上的问题 湾区私立很夸张 夸张在这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事 这个东西讲深的可能 我私立话可以讲 讲N多个小时 但今天片部有限 我就给大家一个概览 如果大家有具体问题 可以单独和艾列老师沟通 然后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湾区私立代表的 那个代表 哈克中学 哈克中学是选拔制的 如果你在幼儿园 你直升的话 你录取的概率非常高 但是他每年高中的 大概开放50个左右的名额 而这50个呢 就像国内 一些著名的学区 或者是一些著名的 那种衡水中学呀 他们是选拔那种 学霸型的 这50个人将来 录取结果都很好 而那从幼儿园生上的那些 不见得学习一定好 但他们对学校的 这个financial contribution 比较大 所以这是高中的 常用的一个策略 最好的高中 永远选最好的学生 和功力不一样 功力不是选学生 而学生自己选 大家看一下这个啊 我们再看一些 这个功力里边 家长说 Tier 3呢 Tier 2的我们学校 这个我认为在 湾区这个范围里边 就算Tier 3的高中 这个呢 就是学校份 还是那句话 功力高中教学质量差不多 主要靠的是 学生本身的 这个家长的教育投入 因为老师的水平 参差不齐 他的收入是有一定的差别 根据当区的这个budget 但是没有太大区别 因为你如果是在 Palato那边读 功力高中 你工资可能高一些 十几万一年老师 但是生活成本更高 实际上没有区别 他生活质量不见得比 森后赛 功力高是更高 因为他们防足低 所以没有区别啊 这样就是我这边 分Tier只是告诉你 他的学术的这个强度 和家长整体的教育 投入资源 大家看一下底下这几个 很神奇啊 我们这56高中啊 58 我们大概列了58个学校 里边只有不到五所 我们没有学生 我们都过去多少年 我们从眼镜里边 都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学生 所以我们对这类学校 都有一定的了解 你举个例子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我们有过去 过去几年 至少有四五个学生在里边 确实学术强度比较低 孩子考标画马上露馅了 就成绩还不错 考标画马上不行 非常简单 而那些好的高中啊 他GPA不是特别高 但是标画成绩非常的高 这就是学习 学习强度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区别 你看他在伯克里的录取啊 只有 只有你看一百多个人 申请只有九个 这这其实对一些高中 来说已经不错了 有些私立高中 他这个打不到 但是我们认为就算 弯曲这个范围里边 已经算一个Tier 3了 为什么啊 我们算Tier 2到3之间吗 因为来听我们讲的家长 其实已经做了功课 已经做了铺垫 你们已经在关注这个事 投入资源 所以你们已经被家长 Head of Time 真正我想讲的是那些 不在我们榜单里边的 非常小众的学校 家长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哈佛那些学校 就是对这个完全不了解 他们更亏 但是这对今天 咱们在座的观众 我把这个暂贴 称为Tier 3 他们就很亏 他们身心好需要的 录取难度很大 然后看一下这个啊 很有意思 我们如果对比 UCBURG录取率来讲 我们榜上排第四的 Linburgh High School 竟然落到了到处第三名 左边是我们对他 UCBURG的排名啊 总和来看 但是你看啊 UCBURG录取率 他们只有百分之八点几 这真实的数据啊 去年啊不是今年啊 今年还没出来 今年的话明年暑假才会出来 啊你看294个人就申请 只有26个人录 打击很大 这个也已经是很大的争议啊 我们之前咱们分享过 如果家长愿意看 回去YouTube看我们视频 我们有专门一起讲这个的 啊 有一篇文章也是非常的 那个火大 大概五六千个阅读 然后这个呢 就是UCLA UCLA为什么我看呢 UCLA很有意思啊 他录的比拨率要少一些 而且他很能代表一些 私立的录取形象 因为有个最大的问题啊 是私立和UCLA面对的 就是录读率 我发了offer的孩子会不会去 大学就一个目的 我要招生嘛 所以UCLA如果给的多 那就真的是代表 这个孩子整理 确实比较强 因为很多加州的孩子会选择在 在UCBerkeley读书 而不去UCLA 所以这两年啊 UCLA UCBerkeley同时录的概率极低 很低 不像往年非常多 一年就大满贯了 那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呢 就是录取率 你像那个39名这个Castro Valley 呃 离我们办公室不远啊 他录取率就3.47% 然后下面这个小学校 这三番这个就比较小啊 这个我们也理解 我们也有学生在里面 就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 他主要误判了 就他们这么多人生 还是我觉得挺挺神奇的 就是因为你们往年 如果学生家长了解的话 你们学校有个Navis系统 他会给你每年的这个 录取的这个数据 你看看不就得了吗 你怎么会勾上的 多浪费这70块钱 如果每年只录五六个人的话 你成绩又一般 你何必浪费这个钱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预期要要要精准 嗯 而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呃 就是录的人UCLA嘛 那你看就各位数 这个就非常代表 这个学校整个在啊 招生观眼中 他那个学术的standing 因为这个数据会非常稳定啊 如果家长你keep tracking 每年的data 那么这个 但是给大家一个强心针哈 来这边不是打给大家的 我们一直认为 呃 因人而业因才是教 这是最关键的 每个孩子起步不一样 家长的这个 呃 负担 受教育程度和机会成本都不一样 我曾经看到一个 BNA的一个小孩的分享 非常震惊 呃 他父母是移民 根本就不说因为妈妈 爸爸是在码头那个打工 就是一个渔民给华人打工 在在码头 呃 不太会讲英文 妈妈呢 是智力上有残缺的 孩子非常 就是精神 他没有卖产 他只是在一个呃 专门的分享会里边提了一点 他说我要照顾我爸爸 我要照顾我妈妈 我不能离开 就这种呢 真的是呃 就是我们就是不到一些压异 因为美国他之所以 政府会有一些呃 倾向于那种低数比较差的哈 他们认为他们的负担是比这些中产家 他要要要要重很多 就这个呢 想法我认为是好的 你给那些人更多的一些机会 对吧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难 不公平吧 但是这个会被利用 曾经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 在某个州有一个呃 非议的学校 他们每年落一堆腾校 结果发现他们成绩简历全部造假 什么父母离异啊 什么比较惨 这个是一个极端力的 就是你这个系统下一定会有漏洞 所以就是美国现在教育的问题 是他教育不公是他系统上的一些具体漏洞 你包括2019年的Versity Blue那个案子 对吧 你不是运动员吗 那一般名人的话就可以找人 还有再考 还有还有美国曾经做个调研 有一个非常富的在康解低格的一个白人区 房子也很大 都是这些有钱人 他们那个多动症的患病率极高 因为随便找个psychiatry 就可以开个方 说你是多动症 你考试能多一倍的时间 就可以做money 所以只要有人为测试系统 他一定有money 也没法公正 人的社会是永远要公正的 这是一个现实啊 所以加上看看 这个图呢是代表UCSD 非常好的学校 工程力的就业非常强啊 那个生物学海洋那方面 包括整体专业都比较强 经济也可以 即使是我们排行榜里边排位比较低的 在SWC的independent High School 他们每年也能录取18个 对吧 83个人申请18个 大家不要忘了啊 这些学区里边都有一些是不是 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投入任何教育资源 孩子可能就在里边混的 公里的话 你只要在里边租房子 你租一个小房间 你也可以在这赌 对吧 还有那种 Illegal Immigrant 就是很多 它组成很多 对于这种基于这种组成啊 这个录取率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每年能录18个 对吧 这个UC San Diego 所以我觉得就是UC的话 你要定位清楚 如果孩子成绩没有那么好 那能努力的话 去一个美国前40的公里高中 公里大学 去读一不错的专业 那将来的就业的话 怎么着也比父母要强很多 对吧 也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定位很清楚啊 你不能每个人出来 都想做No.1 全美国就一个总统 对吧 不能每个人都都同 这不可能的 然后我们讲一下第二部分 美国私立高中资源的利用 如何利用私立的资源 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刚才那个Hucker 他的学费是5万3 5万3一年啊 就是说他是走毒的啊 大家看一下纽约大学的学费多少钱 纽约大学啊 他一直以为很贵是吧 也不过5万3而已嘛 我说的而已 是因为和这个Hucker比较 也很贵的一钱 比方说税钱啊 家长的话 家州的税负那么重 负担很重的 Hucker就5万1嘛 但别忘了 美国的大学很高的那个 这个是不一样 Hucker是没有的 也有很少个别 所以值不值呢 很多家长 现在今年房价长得那么凶 很多家长就在研究 我们很多低能家在资讯啊 就是这个买房选地址的问题 我最近这方面资讯比较多啊 今天篇幅不可能讲得到 但是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 分享不是回顾 你看哎 怎么利用私立的 我花多钱 我有什么额的资源 刚才我在强调 高中 公里高中讲的是学生 他没有什么资源 差不多 私立你看看资源在哪啊 你看Hucker 这光我得节的平安 115个 academic elective courses 这个太夸张了 每个课都需要有人教啊 需要curriculum 这是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投入 这就是私立的优势 他给孩子足够的academic support 孩子如果他不需要去那么多课外的辅导班啊 补习机构啊 网课 他有学校本身涵盖的individual老师 而且家长记者 学校本身的成绩最关键 你在外面各种热闹 各种华丽的简历 在学校没有什么类的事 你进不了好学校 你是有问题的 那你到了大学之后 你都不参与活动 所以老的家长就是说 他想取钱救国 你不能那么搞 学校里边你一定 就像你工作一样 你如果本职工作干跑 你创什么业对吧 很多创业者 他是在原来公司做得非常好 你才证明自己 所以说本校的活动和学术 是最关键的 GP是第一位的啊 虽然我们是个生学规划机构 我们从来不忽略GP的重要性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也从来没有说 靠活动会做everything 那是本末倒置的 你做一个学生 你的本职工作就拿成绩 一个通过三年努力 代表你这个学习态度 和这个integrity的东西 这些获奖就不要讲了 那个29个AP courses AP courses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他比你们功利多的那些了 实际上都是些 你不会去take的 一些AP language AP拉丁 什么AP 3D 3D那个printing那些东西 就是没有太大意思 然后呃 他最夸张的一会儿 给大家看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他AP科巴哈 AP 3D Art and Design AP Drawing AP Art History AP Euro 这个其实无所谓 因为大部分孩子也不会学 AP真正不是区别哈克 哈克的最夸张是在这儿 现在看这些课没有啊 这是他的elective elective 这些课是大学课 你见过呢 我就我读大学的时候 都没有这种课啊 当然实在有关系啊 Incubator 1 2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习啊 在湾区第一家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 华人复发器里边工作过 他讲复发器 他讲startup 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这种 直接的connection关系 你是不知道的 你创业会走很多弯弄 或者你傻 你傻了吧 就去创业 你会这个 一头捧一头鲜血 而伏发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看 还有那种国际关系 国际公共事务 还有讲那个Holy Coaster 那种种族灭绝 这种具体的topic 这都是Tortle的大学课 所以哈克有这个资源 你说的是高中 我觉得他 如果现在开个大学专业 是完全开的起来的 他这些课上 是超过了社区大学的课程 最夸张的是这个 大家看第一行 右边我滑的这个 Proxit 哈克这些课呢 是你上完AP 他有资格去学的 AP是他的预修课 就是AP代课 他是中档的课 这是高档 所以哈克为什么录得那么好 他是academically very advanced 他有这个resource 当然前提是两个 他先有机先有弹的问题 他的学生本身选的 就是学状非常突出的 就能每年50个左右 还有他本校一些 特别优秀的小孩 这帮人本身已经 就是已经在本来工艺系统 已经吃不饱了 所以他需要更好的学术资源 而且他又不能去读大学 社区大学课对他说太简单了 因为社区大学呢 和AP课非常像 可能稍微难一点 看这个社区大学 具体老师的这个教学指令 That's it 人家哈克给的是具体 大学才有的课程 这就是为什么哈克里边 很多pht 家长如果你老看新闻 你可能知道 Facebook老板的太太 那位华裔的那个女性 具体记不清名字了 她以前在哈克当过生物老师的 他在去那个UCSF当医生之前 他在当过老师的 那可能是中间 转换职业的时候 有这个 就哈克老师老的 这种名校毕业的phd 就很有意思 因为有一次 我一个学生在里边 他毕业典礼 那个Patricia他去了 就是那个 马克萨克巴带他老婆去了 参加那边毕业典礼 做一个speaker 那大概是好几年前 我们有个学生 是一个中东裔的小孩 他在里边读初中 然后这些课我勾起来 都是我觉得非常advanced 这个叫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tool啊 这是我们学 我当时读大学的 我在皇上大学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applied math 营用数学里边 同学上的课 大四上的课 夸张吧 哈克就有 available 对吧 当然这样说 我们也去吧 或我们也上吧 你要因人而异 你们家孩子 是个数学那么强 就是这个 其实已经给大家分层了 没有歧视的意思 学术上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每个孩子 他的那个logic和reason 这个skills是不一样的 在绝对的学术天赋面前 很多努力是不效的 你还不如转战 另外你更擅长的一些领域 然后大家看看 这哈克尔的 他的那个academic 你和Thomas Jefferson比 还是不行 他的ACT的me 还不是average average可能更低 是32分 他的ACT呢 verbal呢也不低 但是加起来的话 不如Thomas Jefferson高 就Thomas Jefferson更夸张 是个功率 所以说你说那个学友的 虽然他没有公布大学 录取结构 我觉得很惊艳 每年录个十个八个MIT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那学友有research project 你要做research的 就他非常重的 STEM education在Virginia 然后就是大家看看 这就是哈克尔 哈克更多的学术资源 就是说这边 同时给大家靠着什么呢 就是你看哈 虽然他学术没有 Thomas Jefferson强 但他录取结构已经很惊艳 特别对于那种 Stanford Harvard 这种学的 就是appealing 很多亚裔将就觉得 哎呦 我要已经刷到36分 ACT ACT ACT1600啊 一直在把精力聚焦在那儿 其实是不对的 就像一道菜一样 你的那个 你已经做到极致的火候了 你再做的话 就这个肉就老 没法吃了 而是你可能是这个 陈列 这个摆袍不行 你要在那边下功夫 可能下场就是钻丢脚尖 就一直刷分数 它不是一个算法 它不是一个程序 你加一个 加一些 加一些那个 叫那个 TWIST 然后他就可以 提供他的这个算法 Optimize 不是的 它是一个人为录取的过程 所以他更讲的是个全面的一个平衡 你举个例子 我上 我前几次讲过有一个相亲的例子 挺有意思 挺有玩的 呃 就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 你和这人见面 他的家庭就知道 他学历就知道了 长相也知道了 你在在长相上在整 有必要吗 他觉得已经过了 他看的是你的manner 你的这个素质 你带人见过这种这种礼仪 就是家长一定要计量 一定是整体性的 它是一个评估 而不是光抓 抓某一个点达到极致 没必要 有可能你花了更多的时间精力 得到回报非常少 所以这个教育是个投资 讲投资回报率 要讲效率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看啊 哎 就很多家长 我稍微带一点啊 因为 今天来的家长 可能低龄的比较少 应该都是在读高中的 就讲一些家长都在关注的 就说 哎 那我们选公立私立啊 哎 大家看一下 今年疯狂的房价 像我们这个三谷地区啊 呃 16070万 170万 就是这个房子 比比皆实啊 就提起200万以前 12030万的房子 因为房子大 学去好 但是 那是因为COVID 大家不用开车来回啊 你要开车的话 你来回 每天三个小时也受不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 那个反应反应的时候 因为讲投资 你选择在这买房子 嗯 哎 哈克附近的这个ZIP Code 那房贷真不贵 相对而言 130万真是不贵 比起隔壁 Cupertino学区 220万的这个这个军价 那便宜很多 对吧 哎 家长就说 那何可以通过这取钱救国呢 再看另外一个私立高中 有家人说哈克考不进去 那我考Basis吧 我们前两年 还最近啊 一直有Basis的学生 两极分化 有些学生初中度完 他回到高中 甚至高中转回了那个Linbrook 就是他们觉得那边 教学质量一般 就是耍题 然后呢 没有操场 反正他们就不太喜欢 有些就喜欢 他就喜欢 这个里边有更多的课程选择 大家看Basis啊 他们的平均GP是3.8 Unweighted Weated是4.6 所以Basis的GP非常高 为什么他的课多 他高一就能学BP 他有Elective 他的学术资源非常多 他的Median ACT也不低 他呢 就是也是像哈克 他是选择性的 他选了一批 就是在乎学术 愿意投入的 所以就是擅长考试的 就是等于是正向选择 越好的公司呢 越容易挑到好的人 好的那个员工 所以他的公司越来越好 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然后看看这个Basis 这个 他的那个Average AP Score 非常高 4.47 通过率96% 通过率不够Impressive 通过率是3分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他这个是真的AP 在远在这个 Independent Basis开门之前 他在 他对火的几个学校呢 是在一个 是在Arizona 他有三所 一直在美国排名特别高 那几个学校就是 以AP刷为主 他就是非常模仿 国内的这个叫 衡水中学 以前一篇文章就是讲 衡水中学 美国的衡水中学 叫Basis 对吧 美国的叫 美国的 毛毯厂中学 安徽的一个著名的 那个高考工厂 他们叫 那个叫 就 CAP Norges Power 那个学校 就两个系统 很有意思 周美两地 我们看到两种 通过努力啊 通过选拔生源 这就是现实啊 Basis 然后他的房价116万 大家看在地图上 他属于森尔赛 偏西南那个地方 离那个CAMBO比较近 但是说 那我可以去这吗 但是要听到两点 一个 你能不能考进去 这是个问题啊 湾区不缺 能交得起私立学费的 因为能在湾区 住下为了孩子啊 牺牲生活质量 买这么贵的房子 砸粉这么高的税付 他一定是愿意投入的 所以钱在湾区 从来不收集 而是好私立资源的稀缺性 而且即使你进去了 你在里边排位怎么样 哈克和Basis 都有录得非常差的面前 你觉得你能够成出 这个结果没有 花这么多钱 对吧 然后还有孩子落差呢 还有你们给的这个压力呢 对吧 起点那么高 所以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啊 家长一定要综合考虑 不是非黑即白 你们要综合你们孩子 本身的因素 教育一定是因人而异 不要听说这个家那个家 没有可比性 双胞胎都不一样 所以这是教育最关键一点 你要足够了解你的孩子 和你们家的这个教育的 这个可提供的资源有多少 好 我们再讲功利资源 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家长 还是独功利的 所以我们讲一下功利啊 大家看看 这是著名的 Mission Southside 因为每次我都讲的高中比较多 但是每次总是涵盖不了 所有家长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尽量 我就每一期 我尽量选不同的高中 能够涉及到一部分家长 而且我也讲得特别散 现在这房价已经到了182万 这个Mission一直很贵 150万左右 但这次涨的一波比较狠 这个地方呢 很多家长的录取结果也不错 各方都不错 学压力也很大 大家看有什么学术资源 因为基本上都是独功利 看看他的课程 其实就是Typical的AP 他的课程代表了 家长所居住的三番势力 中半岛 南湾 东湾 这几个床人比较集中的区的 大概情况 基本上 你能在这个区域买房 然后属于所谓的学区 你们的课程设置非常相似 然后他有额外的两个课呢 是和当地的Community College合作 那你们的高中也会有合作 所以就是他们有的学术资源 Club呢 他都有 每个学校都有 这个大家都无可厚非 但是功利有个亏在哪啊 功利的那个team比较难进 因为他人多嘛 大家都挤 然后如果大家都驱同内卷的话 好的那种什么 Speech Debate啊 什么Robotics Math Club 这些比较大的Club 会形成一个 就是老人站着位置不给 先生挤不进去 对吧 或者特别强的小孩 站两个位置都有可能 还有Robotics那种 比较容易出成绩的啊 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没办法的选择 大家都去抢医学资源 然后优中选问的话 孩子就很难 很难stand out 所以功利学的学区资源 学术资源啊 主要集中在校外 因为很多亚裔家长啊 他是以打比赛为主 就是孩子 他知道亚裔打别的专业没有优势 而且就业权就不如这个stamp好 然后自己本身父母有这个 教学的背景 包括这个遗传 可能也算遗传因素吧 所以 他们会集中在这 因为学校的资源不可能满足 你不是在basis 你不给那么多课 你不是在哈尔 你也没有那么多课 你只有在功利里边 你在功利就那么点课 就AP考虑 结束怎么办 那就校外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您是特别拔尖 你还在学校里边 已经拿到所有最难的课 和Club做的不错 你再考虑校外 而不是你在学校里边受挫了 Club加不进去 我这种各种Club 实际上你可以做的很热闹 但我也可以说 是我们给你找的 但是最后你录取结果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 和这个没有关系 你不做你也能进 对吧 因为学校本身 大学是个community 如果你在高中里边 就是没有什么evolumment 一片空白 全是校外的 只能证明你不合群 还能证明什么别的 大学需要是能够 合学建设社区的 能够给学校增加多元性 增加活力 增加活动的那些人 所以学校的ladership 非常关键 即使你混不到ladership 你要参与尽量的参与 非常关键 就是你自己家的事 都搞不定 你去外面忙活别人 千万不要留上那个印象 就是合法合作 对我们这种升学机构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是让鼓励 孩子在学校里边 有足够的这个参与度 这个非常关键 将来对你推荐信 对你在学校里边 整个大学的生活都有关系 所以将来一定要认识这个点 学术资源 学校里边 你用不拿最难的课 而不是说同样学校有这些课 你到校外去拿 那实际上是给你减分的 而最后你录的话 实际上腾计本来就该录 那有的人就忽悠你说 实际上是我们给你这活动 实际上不是的 你要认识到现实真实的情况 你就想一想 大学招的是什么人 加上不要怪我这个 这个功率长得比较短 功率真的没有什么资源 我们想强调的是 如果您这个父母参与度很高 能够给孩子组织活动 那挺好 如果你们父母要上班 或者不是那么懂 你们要找专业的机构 即使不找我们 我们认为在这个价位 我说话就最好 我们一直有这个自信 但如果你们认为 我们没有那么好 你们也找别的相关的 HOP的机构 或者是independent consultant 把这个事搞定 了解你的孩子 了解你们家的情况 给你做详实的规划 然后接下来的三年四年 把这个路走好 因为规划很关键 你到十一三年级 目以成周 变量就小了 也能做调整 但是意义不是特别大 特别是针对现在 这个录取形式不是很好 然后功率四例对比 给大家看一个直观的对比 你看看 功率刚才就是有提及的 这个low authority 会换 每年都会换 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微信文章 你都会看到最及时的更新 然后这个非常大的账图 这个我没法展开讲 我们有专门有两期讲的 几乎都讲的一个主题 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视频 So United就可以了 这就是空里的录取结果 很经验 这一百多个伯克里里边 一边至少我觉得 有三四十是藤校级别 一定可能还会多 我说的相对保守 因为伯克里不是那么好的 非常难入 然后大家看看这个学校 更夸张 比刚才那个exter更夸张 大家看看 他们一年 比如说去年 不是几年 你再往前倒一年 哈佛12个 斯坦佛10个 耶鲁9个 MIT8个 芝加哥16个 不重复当什么 非常经验 这不是exter 也不是hacker 加上猜一下 麻烦再互动一下 是哪个学校 麻烦再打一下 好了 我觉得今天来的 应该是王院区家长 大家都不敢猜 这个就是著名的安博福 Andover 这个学校就是Philips and Dover 这个学校呢 很多 你像老布什和小布什在里边读过书 这个学校是出名的权贵学校 权贵不是个贬义词 就是那些政界商界的精英 他们的子女在那读书 在东北部 这个学校很有名 这个学校的录取就会非常夸张 他在过去三年录了30家的哈佛 这都是不重复录取的 30家的业录 然后底下这些哥伦比亚这些MAT 非常非常夸张 好像那个阿里最近刷屏的那个阿里巴巴的那个二当家 那个蔡重信 我们华人之光 你那个NBA网队的那个老板 他他的孩子就在这边读书 我是听国的一个同胞交流的时候说的 他们也找人做规划 但他们是是这样 他是这个 呃 好像是是那个当时 他是校总的推荐性 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要拼这种学校啊 不是特别好拼 因为他们讲那个家长捐款的 这个意愿度啊什么的 还有这个 你要不就学术特别强 精赛超强 给他们能够刷 刷着录取榜也可以 给大家解密一下魔法的时刻啊 为什么安多夫录取协会这么好 他不太公布学术资源 他的课程什么都不跟你说 精赛他也不说 他标话也不是那么高 和哈克比赛就有差 大家看看 这个学校的学 这个学校的这个 这个indowment 校友捐款 1.13个billion 一个高中 这个学校是没有处 只有高中啊 有这么多钱 就是他的一年的budget是 呃 一个多亿美元 学费你说高吗 比哈克便宜 他技术才5万7 哈克不技术5万3 他钱哪全是靠捐款 所以啊 如果家长做好了 去私校的股票 你们千万不要 包括哈克 你们别忘了一个重要的点 不是学费啊 你要捐款的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有钱到那种程度啊 去去问这个捐款的事 但是家长一定要知道 你在私校一定要大量捐款 这个学校的 因为他一定会有 这怎么讲 呃 就是包括你作为一个本科 在读过腾校 你的校友捐款 这种持续稳定长期的捐款 对孩子录取是有一定的帮助 一定有帮助 所以说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私校 因为私校就是靠这个 他不是靠学费 他学费只可以 他可以给他可以给大家全免 他靠的是捐款 校友 这也成了个正向循环 将来培养了一群权贵的孩子 或者本身就是白手起家 称为了权贵阶层 他们可以回馈学校 捐很多钱 私立大学也是这种玩法 这个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机构 就像一个餐厅一样 你菜越好 回头课越多 你给回头课越多的offer 他越会带推荐对吧 你给他更多优势 你给他加个菜对吧 你下台来的客人 你给他多送个菜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机制 所以家长搞成这个读私校 不管拼成绩 你要做好捐款的budget 你要把自己的财务预计就好 你能不能大量的引爆 学校的acluby 做一工或者捐钱 不要光洒钱 就是参与度 非常关键 私校是非常小的一个community 底下呢 给大家做一个时光对比 一个billion可能没有太多概念 因为家长可能对这种 比较detail的 care education 心情不是那么了解 咱们硅谷和花园 我们曾经特别推崇的一个学校 Sanaclar University 美国排名也接近前50 他在机场附近 他很多Losatos的一些湾区的人 他是不让孩子出湾区的 就在这读书 非常的私校 上升非常强 毕业体型就业非常好 这个学校本科有5600多个人 他们的indominent 一个billion 就1.03个billion 都不是这高中高 你别忘了 湾区捐钱已经很多了 这个Sanaclar已经是捐钱 比较多的一个私校 去regional university 现在变成national 所以家长知道 这就是他的magic 这些家长本身就很有钱 或者是那种哈佛耶鲁的子女 他们孩子都是走那种 非正常竞赛路径的 你举个例子 打那种草地曲棍球 对吧 打那种玩马术 fencing 或者是 就是那种 从小参加非常 偏美国主流 ideology的一些 非盈利 而父母的invoment很高 那父母的话 我就是这个著名非盈利的一个主席 我给孩子这种机会 从小耳闻木然 那孩子做的 也会做的有声有色 在我的这个教导下 对吧 权威家的资源是没法比你的 但不说别的 不说钱的问题 不说教育资源的 就说一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乔布斯传 就是他刚去世的时候 那本特别厚的那本书 他是时代周刊的 这个主编给写的 曾经时代周刊 他里边有一集 我记得非常深刻 他讲就是iPhone 当年iPhone4的话 出了一个危机 就是他那个周围都为了美观 乔布斯比较强迫症 周围那圈铝合金 好看 来框住iPhone4 一个比较 就是那个4次 就和iPhone12一样 比较正方形的一个手机 非常漂亮 但是影响了信号接受 这是个非常致命的伤 然后造成大量的公关问题 结果乔布斯那天 就请了美国顶级的Firm 那个妈 就是那个公关的这个团队 到他家去开会 也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是处理的很好 这个为什么没有 审认非常大的 那个媒体的影响 那个负面影响 你像一个手机信号不好 这不打脸吗 对吧 就像一个蓝球鞋像 做得再漂亮 你没有鞋底子 有什么用 你没有缓冲 缓冲减震 对吧 所以当时他就把他那个孩子 叫Reed 就是他当于读college的地方 叫到家里边 他说I got a final 他当时还得 要不就在斯坦福 要不就在那个 Crystal Spring读书 结果他就说 我有考试 他爸说你回来 他说你今晚上 在两三个小时的 这个这个 你就什么不做 你就听 你的学习 比尼代斯坦福四年 都要高 这他爸的原话 我有些变化 我大概就说这个意思 就是这种权贵家庭的 他们给孩子 这种教育资源 耳朵非常 为什么 他们能走到那个层次 除了食运 他们很多能力 有很优质的教育资源 和人脉 他们已经搞清了 怎么把一个事做成 他们懂 所以他们对孩子 这种影响 孩子去模仿 去模拟 他们已经看清了 社会的一些 一些具体创业啊 科研一些研究的机制 就他们接触的东西 更好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实际社会地位 校董推荐信啊 我本身就是腾校毕业的啊 在一些知名的 这个政府啊 企业座 大量捐款 或者是social image 就这些都是加分项 因为这些人的话 叫做他去大学 他只要不是个花公子 到处挥霍 他大概率会不差 因为他底子在哪 他就像我们的 前任总统一样 川普一样 川普一样 他父亲就是个 Millionaire 应该是 非常有名地产商 他玩不咋 他做一做就做得更好 只有成功才会正成功 所以加上看 有的时候 就是你们在解读一个私校功效的时候 你们要看声源 你们要看家长的背景 来界定他的录取结果 而不是单纯认为 我把孩子送进去 考进去 我就一定能去 不是的 他是一个综合的 是先有机先有战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basis basis比较tricky 我听到很多家 讲的录取结果非常好 但是2020年呢 大家看 他的学校也很一般 就是这些学校 就是哪都有 他没有告诉你对中去的 这就是 raise the red flag 就在我的心中 如果一个高中 不像哈克一样私立 他不把那个入读率 入读学生的数量放下来 他就有问题 因为basis往年 至少是三年三四年前 我看的时候 他是告诉你 他哪个学校去多少人 他这次没有 他就告诉你 都录取哪个学校 这里边都是重复的 都是有重复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tricky 然后 这个就是刚才哈克那种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另一面 我刚才要提一点 我们一直很反对 家长就是只看好的 不管孩子这个学术基础 和学习能力和爱好 一直推推推 将来弄的这个两半句话 没有好 一三天录取结果 千万在南加州一个学校 非常一般 非常好的 我们很多学拿了保底的学校 他录了19个 这是去书读的 不是录的 是去了19个去读书的 点子三个 这个我觉得曲线旧国 可以理解哈 South State五个 过去三年 过去五年 UW Madison六个 Sanabarra八个 Brokerley四十一个 也没有一个高中一年的多 就是他就读嘛 所以我就在想 你去哈克尔 你真要去一个地方兜底吗 花那么多年学费 你还得打那么多资源 我觉得没有人去哈克尔 是因为他是私校而已 都是看我们的学术 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 一定不要把孩子 置于一个 group里边比较垫底的 太打的自信了 而且他们作为一个青少年 这个时期 本来情绪就比较容易冲动 激动 然后呢 青春期的话 有些独立的诉求 你们再让他有那种打击的话 我觉得会影响很大 会有他有那种PTSD 所以家长一定要仔细了解 你是否问一下 你是否了解你的孩子 你是否真的懂美国教育系统 你是否有足够能力 去给他做这个规划 选择非常重要 选择不是选择目标 而是你对自己 这个走路的 这个走路方向的选择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功力私利都有误读 就说白了 这是先有记性战 是学生牛还是学校牛 家庭你要搞清 功力我总结了 是学生牛 家长牛 家长参与度高的高中 家长底下比较团结的 客户做大量的活动 和资源 包括互相帮忙接送的 我觉得这个高中 和录取结果越来越好 包括给学校施压 这需要做义工 你不是具体给他施压力 你要帮助学校解决这个问题 老多老多老是非常好的人 他只是说 没有那个意识 没有那个能力 你帮他去做 会慢慢影响他 我觉得这个是 当然家长很大投入 家长也很辛苦 我理解特别是如果 这个妈妈在家是那种 全职太太的话 这个父亲压力很大 因为你家庭的话 周税全国最高 这个这个消费税 全美排前面 然后地税 虽然不低 但他这个价格高 就是没有什么福利 所以家庭压力真的是很大 那我去德州 去二十三大国过多少 但是为了教育 家长都原理都在这 这个我觉得也是 这个地方有魅力的原因吧 私立更是了 你要看这家庭出身 对吧 为什么大家喜欢录这帮 精英阶层的孩子 他们混不差 他们捐款也很好 他们做事成功率也很高 而且他们很多孩子 真的是聪明努力 见水广 这个无所谓嘛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把孩子培养的方向 然后有一点 我不想多说 因为时间篇幅有限 今天超时了 在区别对点 实际上 他对公立私立 没有太大的歧视 但是如果你申请一个大学 你们过去学校几年 那是没有录取的 没有申请没有录取 他没法判断你 他就会非常谨慎的 给你要份 或者不给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你所在的学校比较小 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 或者你学校的tier比较低 你要冲一个比较高的学校 那你的成绩各方 必须在学校里边非常top 这是BBA条件 不是说你去不了 independence high 又去Stanford 都有 但是呢概率就低很多 所以招生官是根据过去 往年的data 你这个学校来做评估 如果他没有 他要看你学校的report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我今天可能不小心 就是老说这个学校 但是我就做一个代表 这个学校是不会 连school profile都不会提供的 曾经有一份就是 他给的信息 去年我还查过呢 不全 给的就是 他都给满 他说给的非常basic 就是我作为一个招生官 我没法判断 我没法判断 我只能看你ACT 如果ACT你代不可 我就只能不录你了 因为我不敢冒这个险 万一来的话 你学不下去呢 对吧 所以这就是区别 私校的话 他每年录好学越多 这边好像去大学里边 待的时间越长 他成绩越稳定 他们会接着再录 反馈 就形成一个 在大学里边一个reputation 就像硅谷里边 UI UCCS的 明尼苏达 普渡 Michigan这种工程啊 比较强的 排名不是那么高的学校 他的硅谷的 免疫情非常高 工资也非常高 为什么 这就是这边 毕业之后到企业里边 工作发展 混得比较好 形成了一个印象 这个非常关键 所以每个人出来 都代表自己的学校 然后问题和解决啊 我觉得刚才 我已经多少都提及了 如果您在私校 我们接触私校的孩子 有一个特点啊 他们找我们做规划 都是在需要做得非常不错 在外面冲击 非常紧急的暑假项目 这是非常关键 还有一帮孩子呢 就是 他找到自己的兴趣 就什么都感兴趣 就都有兴趣 或者什么都没兴趣 找我们做一个评估 我们顾问非常有经验 见过不同的孩子 给他做一个定位 这是我们做的 就是私校的需求 和功率不一样 功率呢 往往是缺乏资源 然后呢 他即使周围那么多资源 他也比较confused 他不知道选什么 而且他又选择的账 就是我时间有限 我资源也是这么多 我这个孩子是第一个 我不知道 或者我家老二 就是老大已经去大学 好多年了 已经不适用了 我该怎么办 就身边资源很散 因为功率资源非常显散 学校本身就没有太强的资源 他要去外面做很多东西 去哪上什么课呀 做一些评估 对公司的学生的这个proach完全不一样 他们诉求不一样 他们所面致的资源不一样 这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一个做一个cosmization 然后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其实不太懂得 因为总结的话 家长会觉得 我每次好像讲一个东西 但是我总觉得 我讲的信心上比较大的时候 给大家一个take away 所以你可以 就大家就大家共勉吧 教育 我们的believe就是 因材施教 因人而因地之意 说着简单 其实很难 因材施教的原因就是说 根据孩子这个学习效率的不同 做一个课程规划 你不能指望 所有的孩子数学都特别强 不可能 总有数学不好的 那你值不值得在里边死磕呢 对吧 然后因人而异 这个personalization cosmization不一样 因人而异 就从你出发 cosmization是资源 针对资源 然后localization 你高中已经在这 你父母上班比较方便 你怎么办 你怎么因地之一 你再差的高中 我们也有很好的案例 录取不错的学校 再好到高中 也录取得比较差的 当然不是我们的了 我也见过那种案例 所以 真正就一个目的 就是你怎么善用身边的资源 怎么了解自己 这个教育是非常复杂 个性化的一个问题 但是不难 没有什么难度 我觉得家长付出多一些 孩子多沟通 多看这边 比较严谨的学术journal 而不是到处听说 我觉得好很多 非常感谢 笨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 能帮您跟孩子 更全面地了解了 公立和私立高中 他们的这个资源上的区别 然后应该如何的选择 如何利用学校的资源 那如果大家之后 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那我们有一个微信家长群 我们每周呢 会在里面公布 讲座的报名链接 还有一些干货文章 如果有兴趣的家长呢 也可以先加我微信 然后我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也谢谢笨老师 今天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 和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下周六晚八点 大家同一时间参加我们的讲座 那大家晚安